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 主持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收听的是 每天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真问候大家哟 好 台股今天是呈现了 开高走高哦 上涨了79点 收涨在17545 成交量部分呢 放大来到了3000亿哦 加上指数涨0.45个百分点 OTC指数更强哦 今天涨了一个百分点啦 赶快来邀请专家 帮我们做解读哦 因为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股票了 而且先预告一下 老师呢 今天超级开心的家族朋友 应该也是 因为实在是闪亮亮亮晶晶哦 赶快来邀请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伦颜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民老师 那今天的一个太阳 非常非常的大 台股的话也是热情洋溢 涨点盘的加速 竟然高达了28家 好那当然啦 这个明天的话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 礼拜五过后的话 礼拜六 对呀 选举了 要进行所谓的选举了 快来了 那其实啊 这个选前啊 那有做出个拉抬啊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 任何的执政党的话 都会做这种动作 那今天的话 涨点盘加速这么多 是不是背后有一只 这个有形的手 还是无形的手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操作的话 在今天可能创下 我们这个news98 这两年多以来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记录啦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 手中今天涨停板的加速 12345有五档 哇 可惜 这五档的资料 其实我都有传给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有 放到他那边存查一下 但是今天该公布的 我们还是会公布的 经过我们大概商量了一下 我们今天决定了 节目一开始的话 就要公布这三档股票 三档股票 那希望说 严老师公布这三档股票 提供给大家 来做出一个参考 那严老师的会员 应该今天心情上面会 非常非常的好 听着广播的同时 看到手中自己的简讯 你的财富 你的存折又开始增加了 我相信这个快乐 这个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把这个要报佳音的一个动作的话 就给我们的提侦 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提侦 好哦 老师呢 恭喜恭喜哦 其实老师呢 我记得在去年时候 有一天也是 就是好像也有五支掌停板的样子 五支哦 对 我记得今天应该是评记录 好 恭喜了哦 好那我们就来分享 第一档呢 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听众朋友 应该知道家族朋友有 因为呢 这几天老师都还有提到哦 就是呢 4909的新复兴这档股票 老师呢 在早上10点30分的时候 针对于尊隆跟清代的家族朋友 发出讯息哦 新复兴这时候呢 是上涨了3.45元 恭喜恭喜亮灯涨停板哦 而且涨停锁了6500张哦 持股虚报要麦会通知 祝大家周四愉快 这是第一档新复兴 接着呢 8096的秦雅 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熟悉 因为老师呢 也有在节目里头 公开过哦 好 8096的秦雅 在早上9点24分 针对于特别的家族朋友 发出讯息哦 手中这档王派呢 连续亮灯涨停板 OK 涨停锁2.5万张 持股虚报 大步段的操作 准备过好年 周四愉快 要麦会通知 一样的 老师感恩大家咯 好 接着呢 第三档就是 振发这档股票哦 5426的振发 好 这是早上9点15分 针对于尊荣跟亲爱的家族朋友 老师发出讯息哦 恭喜狂鹤震发 这时候是上涨了2.9元 亮灯涨停板 再创坡灯的新高 夸湖 周日 黄金交叉 底部起涨 持股续报 周四愉快 要麦会通知 恭喜恭喜哦 好 以上这三档股票的话 我相信都是我们会员目前为止 所有的哈 那第四档股票的话 跟第五档股票的话 是属于一个单股会员家族的哈 一档是属于一个光学镜头 今天上涨4.55元哈 亮灯涨停板哈 那另外一档股票 好 它是属于一个底部起涨的哈 那目前为止的话 它是上涨4.05元 好 再发给我们单股会员 好 这两档股票的话 好 并不是说单股会员今天的话 好 没有收获 有 好 但是要稍微的 要耐心啊 好 来做出个等待哈 那我们先针对今天的一个简讯的一个内容哈 那代号4909的新复兴的话 今天 它不只涨停板 它不只创新高 它在涨停板的 一个锁单的部分 高达了5万张 好 那我先说明一下哈 新复兴目前为止股价30几块钱哈 那如果说你从底部开始起涨的话 20块钱涨到 好 如果说涨到40块 这个地方叫翻倍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先证明一件事情哈 新复兴的股价目前为止还没有翻倍 好 还没有翻倍哈 那我常常讲嘛 标的股票有机会标一倍 标 标两倍 标三倍 好 那新复兴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走势的话 我们可以在news98频道里面 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至于说8096的琴雅 我相信你在昨天听广播节目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 琴雅的话是补量上攻量跟掌停板 好 今天你又听到了8096的琴雅 一样是属于一个早上开的非常高 开在21块35 这个地方其实的话 21块35的话就接近半根以上的掌停板 半根左右了 那如果说你这时候要去买的话 还是买得到 但是今天尾盘锁了 7万张 昨天的话掌停板是锁了5万张 那今天的话锁了7万张 代表什么 代表很多人看好这档股票 好那这档股票我今天要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业绩大成长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谈过了 那昨天的一个外资 那也是积极的站在买超 而且买超的一个张数是非常非常的多 高达1500张 那这档股票的话在今天 再度的亮灯涨停板 那我还是告诫我的会员 你要纪律操作 你一张都不买 其实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常常会碰到标股 但是标股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就是要从头吃到尾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群雅是买在12块钱附近的话 那你现在的涨停板价大概在22块钱 那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距离已经拿开了 你可能是赚了一倍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我还是要劝告 严老师的会员 我们是针对会员 那有些股票真的你不要卖得太早 千万不要卖得太早 像这种股票如果说确定它未来有转机 确定未来业绩会大爆发 那投资人如果认同的话 它的股本只有14亿多而已 那这种股票我认为它会大涨下回 大涨下回 一直到它涨不动了 你再卖掉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严老师对于这个琴雅的一个看法 看法 那新复兴的一个股价 今天创新高 我并不觉得很意外 所以说这两档股票都是我们的核心持股 核心持股 那包含这个特别尊重清代的 我相信今天的话心情上面会比较好 那至于说新加入的投资人 那当然我们要操作一些新的股票 那今天这档股票叫做代号5426的振发 其实的话你去看振发 它基本面并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股价 它是先行发动的 那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这个地方其实你认真的去看的话 未来会不会有转机 这个让大家来验证 但是我今天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 当振发的一个股价开始上涨的 同时它的融资 是不断的减少 代表在这个地方其实 一般的散户的话 它有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说融资 股价创高融资 它是一度减少的 那现在卷控单的部分目前为止 有昨天增加了很多 昨天总共一天就增加了1400张 那以至于说造成现在卷之比 卷之比的话 应该有机会接近四成 我常常讲过有些股票 虽然说它的基本面不是很好 你也不要随便的去空它 那振发的一个股价 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真的是非常强势 早上的话开盘价开在30块钱 一路的话就直接飙上去 亮灯涨停板 但是严老师要跟大家讲的 请大家注意 第一个振发的一个股价 只有32块钱 秦亚的一个股价 只有22.7元 今天亮灯涨停板 新复兴的一个股价 今天亮灯涨停板 只有38.1 你会发现 严老师今天所公布的 我们会员手中有的 新复兴也好 严雅也好 振发也好 他们都是低价股 没错 好 低价股的话有个好处 张述上面可以买很多 对不对 好 那可以底部来布局 我跟大家讲 这个很重要 低价股的一个操作的话 它绝对是一个打破端的 它绝对不是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就涨完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操作 你一定要警记严老师 跟大家讲的一个 所谓的纪律操作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单股会员的话 当然手中有两档股票涨停板 一档是光学的 一档也是小型股的 那这两档股票的话 我决定了下礼拜 我一定会公开 好不好 那请大家也不要烦恼 包含严老师的这个单股会员 不要说觉得说 老师我的简讯都没有在这个news酒吧里面公布 你放心 严老师是秉持着这个保护会员的精神 因为你参加严老师的会员 我一定要让你对不对 有个非常满意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严老师的一个看法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台股的话 明天大概过后的话 就要面临到选举了 那严老师对于选举的一个看法 其实非常中性 不管是谁当执政党 在股票市场金融市场里面 他就必须要去维持这个龙井 维持这个龙井 投资的环境他去做改善 他就必须应该出手的时候 他就要去做出一个出手的动作 比如说股票市场里面下跌 他要去做支撑 股票市场里面过热的话 他可能要稍微的提醒大家 那选举的行情 其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我认为明天的话 这个台股持续上涨的机会性 还是非常大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有时候股票操作 一定要事先的去做出一个布局 今天有个族群很有趣 那它是伺服器的一个族群 也就是所谓的AIPC的一个部分 也好 这个所谓的细制裁的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之前好像都不动 对不对 但是今天的话真的涨幅很大 我们从资源身上看到 3035的资源 今天几乎来到涨停半 6669的这个微影的话 今天也上涨7% 甚至这个细制裁N31的部分 今天大涨了85块钱 也有碰到涨停 技嘉的一个股价今天再上波段新高 旗群的话也不错 上涨5块钱 就连之前最弱势的 3231的伪创 今天也上涨3% 那很奇怪 之前的话这些股票几乎全部套牢嘛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的股票已经解套了 包含这个技嘉 旗群 这个N31 这个微影 还有所谓的资源的部分 这些所谓的都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猫腻 那可能是 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的政府可能有在做事了 所以说会有这种感觉了 我也不知道说这种感觉对不对 但是对于投资人而言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有帮助性的 非常有帮助性的 我这边也不是说帮执政长在讲话 我是就事论事 那跟大家稍微的 把这个理念 跟这个观念稍微的沟通一下 那严老师之前跟大家谈过 所谓的航运类骨 昨天之前的话 你看到这个杨明 包含这个长龙 万海的话 其实跌幅都非常深 但是今天你反过来看的话 杨明今天开始有点反弹了 对不对 小长 那长龙的部分的话 也是小长 万海也是小长 那这个地方 其实航运股的一个操作 我认为 你千万不要看报纸 还是看电视再操作 那样子会很麻烦 因为你如果说听到消息 这个胡塞叛军 准备要让大家方便一下 对不对 如果说你信以为真 倒进去了 对不对 结果马上就发生了结婚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时候 你反应上面会来不及 其实按照严老师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研究团队 一直都有持续的去注意的 这件事情以外 而且我们的一个看法上面的话 我们都有去请教 这个专业的人士 那再配合我们对基本面的了解 跟技术面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 所谓的稳健操作 那目前为止 我们手中有航运股的话 也不多 大概就两档股票 就两档股票 之前的一个万海的话 我们是获利了解了 所以说我对航运类股的一个看法 跟投资人可能有点不大一样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要以业绩取胜 如果是业绩好的话 那航运类股的话 经过震荡整理的话 未来还是有机会打涨 那今天的一个强势股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但是这些股票的话 第一个条件必须要有延续性 比如说新复新 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PCB的嘛 对不对 那PCB里面他最强嘛 你先去看一下 涨停板的就只有他 第二名的话 台光店距离他还有5% 所以说你操作的部分 你要买 一定要买像这种 所谓的领头样 当你买到之后 他创新高你赚钱 当创新高之后 亮灯涨停板 你就赚得更多嘛 那我们的会员 今天应该 以今天的收盘价而言 都大赚 但是操作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个赤股虚报 这等于说我们之前去跟大家公布所谓的秦亚这张股票 8096的秦亚 昨天很清楚的告诉你啊 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5万张 那很多人认为说 那就看这么多啊 我想要买了 那你今天反过来看 今天秦亚 它直接对不对 开高就走高了 昨天锁5万张 涨停板 今天锁了更多7万张 那老师教大家一个判别的方法 一个多方走势的一个股票里面的话 它都是属于一个还涨 对不对 一跌 好 那当还涨的时候 它只是在出升段 几跌的话 它就在洗盘 那如果说 你的股票出现说 连续亮灯涨停板 好 像清亚的股价 昨天就是属于一个突破的形态 好 它亮灯涨停板 那今天呢 今天是属于一个续墙的 一个所谓的信号 而且今天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这个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到叫做跳空缺口 好 今天的话 这个股价直接开盘价就几乎半根涨停板 好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所谓的表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股票里面的话 对不对 出了清亚 好 新富青 那还有一档震发 今天所公布的震发 阎老师的股票真的是一鸣惊人 震发的一个股价 你昨天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正准备要突破 好 因为昨天有开始补量嘛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叫做续墙的走势 那震发的一个股价的话 连续三天 沙缸 都有跳空涨停板 好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啊 这个股价上面它发动 它发动之后的话 而且它的力道上面是非常非常强劲 所以说这个地方操作的话 你要寻求一个专业的 一个老师来帮你 那震发的股价 如果说你以周线来看的话 它叫做多方吞噬 所以说明天的话 可能还是有机会 再度的亮灯涨停板 这个很重要 股票涨停板 一根根两根跟三根 这个地方差别性很大 对啊 差别性真的很大 一根就十趴 先帮大家验证了 对不对 昨天的秦亚是亮灯涨停板 今天再度的亮灯涨停板 那明天会不会再来一根 如果说又连桩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很恐怖啊 严老师的股票 其实啊 在所谓的季度里面 都会出现 大概一到三档了 都是非常强势的 那聚友科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我们之前也有操作过 这个代号是8227的聚友科 今天一样 再度补量上工 再度的四天的一个量价结构的话 开始补量上工 融资一样开始做这个减少 那其实这些股票的话 我都希望说大家能够赚得到钱 都希望大家能够赚得到钱 那严老师今天会推出一档股票 叫做什么 叫做秦亚的接班人 我先讲 这档股票的话 一样开放黄金 60秒 只要你在60秒之内 你把电话拨通了 老师无条件了 明天的话 一定会带你进场来做出一个买进 布局的动作 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 那当然有人问说 老师你今天股票五档涨停满 要不要打五折 我觉得太少了 太少 严老师今天一定会示出我最大的诚意 你听广播全部听那么久了 我跟你讲 老师今天就牺牲自己了 但是只有一次好不好 这个机会就留给你了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齐珍 好哦好哦 恭喜恭喜 真的超级开心的 太古就讲了一些 可是老师的家族朋友 这个全部加起来 总共就有五档涨停 那么公开的这三档 其中包括了新复兴 还有秦亚 大家都很熟悉 好那么振发的部分 哇也是 这个非常的亮丽 太开心了 好老师呢 稍后的这个活动 待会儿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了 跟上老师最强势的选顾 还有呢 近期这些好的机会点哦 使用关系分享就要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我们留言投顾 熟悉分析师 叶一鸣老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好朋友 叶老师呢 今天特别开放 只收一个月 小小的简讯费 全部服务一整年哦 好直接升等 头等舱的VIP哦 十年来就一次的机会 请大家务必珍惜把握咯 速播02-232-19933 02-232-19933 黄金60秒 把这个好的机会 好的名额 booking下来哦 欢迎赶快来电 02-232-19933 另外老师的light 也记得搜寻加入 小老鼠小写的A518 小老鼠小写的A518 重要资料都在其中哦 叶老师希望大家 也跟着一起 把握最强势的股票 天天都有涨停板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